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些歌听了就想哭泣 必能结合于澄清彼此相爱 最后却因为家庭的原因分开 一个在演唱会上唱着昔日共同写的春泥 送给所有懂得珍惜的话 一个在分开几年后提到对方的人生 原来没有否定过我过去的这一段情感 人如果有前世的话 我真的觉得那真的是前世 你欠他 彼此 彼此笑 对 彼此 而且我也觉得 还好是他 就还好是这个人 现在看来这首歌的每句词 也都是可以做文案的程度啊 等待你永远的情绪 与永浩的这首年少有为 是写着潜移我路遥的歌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多看得什么是珍贵 那些美梦 没给你 我一生又快 发现了新恋情之后 就只知道杨成年嘴角的唇膏 是不合我的了 就连其实都能笑着唱了 也许是因为他哥底的人回来了吧 如果爱忘了这首歌 其实是七位唱的前六个歌 就不止 我不是什么止 如果爱忘了 泪不想落下 那些幸福 而让他替我到达 不能给我的 请完成给他 天下最懂女人的是李宗盛 最懂男人的那一定是十一郎 他就是十一郎 我说不会哭吧 结果还是哭了 就是爱他 深处才怨他 舍不舍得都断了吧 我依然安静 忍不住相信 很了不住爱不不爱之间的距离 我可以永远笑着 白眼里的悲强 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 你说你想要逃 天天注定要落脚 天天注定要落脚 oplanacaنت注定要落脚